大家好 下面我们讲经济法的第四章 合同法律制度 首先看一下 这一章在最近几年考试当中 所占到的分支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近五年考试当中 正常情况下 这一章的内容 是要出一个单选题 同时呢 还要出一个多选题 然后是跟误权法律制度 结合在一起 考一个大的案例 这个案例 这两年总的分支是15分 其中大部分的内容 是来自于合同法律制度 所以这一章平均的分支 在15分左右 只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在二年考试当中 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客观体的分支 大幅度的上升 而主观体的分支有所下降 但是呢 我们预计 在二三年的考试当中 应当要参考以前的模式 好 下面我们看 这一章要给大家讲的转内容 都有哪些 整个合同法律制度 这一章 是围绕民法典的合同边 展开的 包括了通则和分则 两大部分 其中通则的部分 适用于所有的合同 在这里面 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就包括了 合同的基本理论 告诉大家 民法典合同边 所调整的合同 有哪些 合同的基本类型 有哪些 以及合同法律制度 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好 然后就具体 讲一个合同 从定例 到旅行 然后再到保全 担保 再到变更 转让 以及最后 权力无中止 承担违约责任 这样一个全过程 第二部分呢 是分则的部分 民法典合同边的分则部分 其实一共有19种有名合同 但是 筑块经济法的考试当中 只要求大家掌握其中 11种有名合同 我们把这11种有名合同 分成了五大类 第一大类 是转让标的物 所有权的合同 包括了买卖合同 赠与合同 借款合同 有同学看 这个借款合同 怎么是转移标的物 所有权的合同呢 因为 我们在讲到 法律关系课题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印象 钱作为一种特殊的物 占有及所有 因此借款合同呢 它也是转移标的物 所有权的合同 第二类 是转移标的物 使用权的合同 包括租赁合同 和融资租赁合同 第三类 是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包括成量合同 和建设工程合同 第四类呢 是提供老务的合同 包括委托合同 行记合同 和运输合同 最后 使技术合同 那么其中 在筑块经济法 考察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比较喜欢考的 比如说 买卖合同 然后 像借款合同 再有呢 租赁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以及建设工程合同 好 下面 我们就具体来看 首先第一节 合同的基本理论 在这节当中 要给大家讲的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 民法典的合同边 它的适用范围 第二是 合同的基本分类 再有就是 合同法律制度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叫做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一个问题 合同边的适用范围 这个问题 主要是解决 民法典的合同边 调整哪些合同 大家在选择题当中 要能够选择出来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合同边 所称的合同 是民事主体之间 设立 变更 终止 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我们在前面 讲到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印象 合同 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民事法律行为 而 一份合同 它有可能 是导致当审之间某种法律关系的产生 也可能导致当审之间某种法律关系的变更 也可能导致当审之间某种法律关系的消灭 比如说 我把这支笔 卖给在座的各位 我们签一份合同 笔卖给你 10块钱 这份合同签完 在我们之间就产生了 买卖关系 这是导致当审之间法律关系的产生 这是受合同边 调整的合同 好 一个合同也可能导致当审之间某种法律关系的变更 比如前面这个合同 我们签完了 好 不久 有同学觉得 说老师 这个10块钱有点贵 能便宜点 改成8块吗 我说行啊 怎么关系这么好 对吧 好 于是我们签了另一份合同 把原来的10块改成了现在的8块 这份合同签完 就导致我们之间原来这个买卖关系发生了变更 好 这也是受合同边调整的合同 而一个合同也可能会导致当审之间某种法律关系的消灭 比如说 我跟在座的各位有长期的供货关系 我每天给大家提供一吨大米 你给我1万块钱 好 有一天你跟我讲 冲方老师 这个大米呢 我们也不太需要了 你看 我们能不能签一份协议 终止供货 我说可以 没问题 好 于是我们签了一份合同 从明天开始停止供货 好 这份合同签完 我们之间原来这个供货的关系就消灭了 所以这就是民法典的合同边所调整的合同 它可能会导致当时之间某种法律关系的产生 也可能导致某种法律关系的变更 还可能导致某种法律关系的消灭 好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婚姻 收养 监护等 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应当 首先是用有关跟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 比如说 针对婚姻问题 民法典当中有专门的婚姻家庭研 针对收养 我们国家有收养法 所以这些 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应当优先适用有关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 但是如果说这些没有规定的怎么办 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边规定 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 是因为原来在合同法时代 合同法当中明确规定 合同法绝对不适用于婚姻 收养 监护等 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但现在民法典的态度 明显是有变化的 是根据性质 可以参照适用 合同边的规定 为什么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像离婚财产分割协议 然后 子女的抚养协议 以及 夫妻之间的忠诚协议 比如 双方约定 如果因为一方出轨 导致离婚 应当补偿对方多少钱 那诸如此类的 叫忠诚协议 好 大家看 这些个协议 它本质上跟身份有关 比如说像离婚财产分割 前提条件是基于 婚姻关系 但是呢 他们又具有一定的财产性质 比如说离婚财产分割 分割的是什么 财产 像子女的抚养问题 解决的是什么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各拿多少钱 是吧 所以这里面呢 又涉及到财产问题 因此呢 现在民法典的合同边 才规定 婚姻收养监护等 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首先是用 有关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 如果没有规定 根据其性质 可以参照使用本边规定 也就意味着 如果在考试当中出一个题 说民法典的合同边 绝对不适用于婚姻收养监护等 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那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好 下面我们看 合同基础理论的第二个问题 合同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 我们可以把合同分为不同的类型 首先看第一种划分 有名合同跟无名合同的划分 这个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就看法律是否明确规定了这种合同的名称 而且给它制定了具体的规则 所谓有名合同 指的是法律明确规定了这种合同的名称 而且给它制定了相应的规则 比如说 在民法店的合同编里面 分则部分一共有19种有名合同 我们前面提到的 像买卖合同 赠予合同 借款合同 租赁合同 等等 都是有名合同 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他们的名称 而且给它制定了相应的规则 而所谓的无名合同 是不是说这个合同本身没有名字 当然不是 而是说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它的名称 而且给它制定相应的规则 比如 我相信在座所有同学都签过一个无名合同 移动或者联通的入网协议 有没有签过 你买手机肯定就签过 是不是 大家回想一下 那份合同有没有抬头 有的 但是呢 它却属于无名合同 因为法律没有明确给它命名 而且制定相应的规则 好 这个划分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无名合同 在适用通则当中 一般规则的同时 可以参照适用最为接近的 有名合同的规定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以物易物的 我拿这支笔 换你的手机 当然有同学讲说我傻呀 好 如果你愿意 大家看 我们这样一份合同 是以物易物的合同 首先可以适用通则当中的一般规则 因为合同编的通则部分 适用于所有的合同 好 同时呢 我们又可以参照 适用最为接近的有名合同 也就是买卖合同的规定 这是第一种划分 下面我们看第二种划分 单物合同 与双物合同的划分 这个划分的标准 就看当审之间是否互相附有对价的义务 其中单物合同是一方附有义务 而对方只享有权利 并没有相对应的义务 所以典型的单物合同 比如说赠予合同 再有呢 像无偿的保管 我找一同学 帮我无偿的保管一批书 他负有保管的义务 而我呢 只享有权利 并没有相对应的义务 那这都是典型的单物合同 而所谓双物合同 当然就是双方互相附有义务 比如说典型的买卖合同 我把这支笔卖给你 你给我十块钱 我的义务是交付这支笔 而你的义务呢 是给我十块钱 所以互相附有义务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三种划分 诺程合同 与实践合同的划分 那么这个划分的标准 就看是否以交付标的物 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 注意 它影响的是合同的成立 而不是生效 那么其中 诺程合同 绝大多数的合同 都是诺程合同 只要双方当审 一丝表示一致合同 就可以成立 无需交付标的物 比如说买卖合同 我跟大家签合同 这支笔卖给你十块钱 我们一丝表示一致 不需要交付这支笔 我们之间的合同 就能够成立 而其中重点 要求掌握的是实践合同 所谓实践合同 不仅要当时 一丝表示一致 而且必须要交付标的物 合同才能够成立 而所谓合同成立 指的是 它形式上才能够存在 这就意味着 但凡是实践合同 如果当时没有交付标的物 那这个合同 它根本就不存在 于是要求大家掌握 在我们的法律当中 哪些是实践合同呢 保管合同 定金合同 以及自然人的借款合同 这三种 我们要求必须交付标的物 合同才能够成立 好 以自然人的借款为例 比如 我找一同学借钱 我同学 王老师没有生活费 能不能借我两千 他说行 王老师 结果 明年的今天都没有借给我 我能告他违约吗 当然不可以 因为我们之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自然人借款 他没有给我钱 我们这个合同在形式上 都是不存在的 而一个形式上都不存在的合同 怎么可能会产生违约责任呢 是不是 好 记住啊 保管 定金 自然的借款 都是实践合同 而另外在考试当中 还需要注意 赠予合同跟质押合同 是典型的诺承合同 也就是意思表示一致合同 就可以成立的 那么这个赠予合同 因为在合同法的制度当中 有规定 所谓的赠予合同 指的是 赠予人表示赠予 而受赠人表示接受 这样的合同 不要求交付 表地物 而这个质押合同呢 大家看 要签书面合同 对吧 但是它是一个诺程合同 至于 有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 我们在前面 误权法律制度当中 你不是讲过吗 动产的质押 是转移占有的担保 一定要交付 才能够导致质权产生 你说的没错 对于合同 它的成立和生效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判断 也就是质押合同 签订 它就成立了 而 一经成立 依法定立的合同 成立就生效 只不过 交付标的物 它影响的是 治权的产生而已 也就是不交付标的物 最终的结果 治权不产生 但并不影响 质押合同的效率 好 这是合同的分类 好 下面我们看 合同基础理论的 第三个问题 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合同的相对性 我们又把它叫做 债的相对性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是 违约责任 只能够在合同当审之间产生 简单的讲 一方能否要求对方 承担违约责任 关键看什么 看他们之间 有没有合同关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 比较早的一个相对性的案例 挺有意思的 大概是在186几年的时候 英国有这么一个案子 有两个老头 其中一个老头呢 有个儿子 另一个老头呢 有个女儿 好 这个有女儿的 这个老头啊 就跟对方讲 如果你家儿子 娶了我家女儿 我就送给他俩100英镑 对方就说 那行吧 那我也送给他俩100英镑 当时我看到这个案例啊 第一感觉就是 100英镑 在当时应该挺值钱的 然后 他家女儿可能长得比较困难 是不是 要不然 怎么能有这样的协议呢 好 后来果然这两个孩子结婚了 男方的父亲给了100英镑 但是女方的父亲一直没有给 不久之后 结果 这个女方的父亲就去世了 他的女婿啊 就偶然发现 哎 两个老头之间居然还有这样的协议 于是 就拿着这个协议 把自己岳父的遗产执行人给告了 要求他岳父的遗产执行人 从他岳父的遗产当中 给自己100英镑 大家想 后来法院怎么判 判他胜诉还是败诉 当然是败诉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合同是两个老头签的 简单的讲 要告的话 也是对方这个老头去告 他这个女婿连起诉的资格都没有 于是从这个案例开始 就衍生出了叫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违约责任只能在合同当审之间产生 好 下面我们具体看 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 体现合同相对性原则 主要有这么两个地方 第一 债务人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而违约 应当由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至于债务人跟第三人之间的关系 依照法律规定另行解决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贾卖给乙一头牛 合同约定贾送货上门 说明贾乙之间是有合同关系的 贾牵着牛往乙家走的路上 巧玉饼正在列席隔山大牛 于是把贾牵着的牛就打死了 好 导致贾无法向乙交付 问 你有权要求谁承担违约责任 我们就看谁跟他之间有合同关系 当然是贾乙之间有合同关系 所以答案就是 你有权要求贾承担违约责任 因为债务人因第三任的原因而违约了 应当由债务人向债权承担违约责任 至于假承担责任之后 回头他跟丙之间的关系 另按解决 比如说基于侵权要求丙赔偿 对吧 好 这是债务人因第三任的原因而违约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二个典型的体现 就是设他合同的相对性 在有些合同当中 可能会涉及到第三任 那么这个第三任 可能享有某种权利 也可能负有某种义务 但是无论这个第三任 他的地位如何 原则上都是债务人 向债权承担违约责任 好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 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 第三任 享有某种权利的 我们把它叫做 向第三人旅行 根据规定 当审约定 由债务人 向第三人 旅行债务的 债务人 没有向第三人旅行债务 或者是旅行债务 不符合约定 应当 向谁承担 违约责任 债权人承担 比如说 我把电脑 卖给在座的各位 你们跟我讲 说老师 这个电脑 不是我们自己要买 是要捐给某希望小学 所以 要求我直接把电脑 交给希望小学 假如我没有按期交货 谁来追究我的违约责任 当然是你们 因为合同 是我跟你之间签订的 好 反过来 第二种情况 第三人 富有某种义务的 我们把它叫做 由第三人旅行 根据规定 当审约定 由第三人 向债权人 旅行债务的 第三人 不履行债务 或者旅行债务 不符合约定 债务人 应当向债权人承担 违约责任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把电脑 卖给在座的各位 但是电脑 不在我这 而是在张三那里 于是 我就跟大家说 张三 直接把电脑 交付给你们 如果张三 没有按期交付 你们找谁 承担违约责任 只能够找我 而不能够找张三 原因还是那句话 我们之间有 合同关系 所以最终的结果 当合同 涉及到第三人 无论第三人 地位如何 原则上 都是由债务人 向债权人 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 注意 有例外 什么样的例外呢 就是 民法典在制定的时候 针对 向第三人旅行 这种情况 如果法律规定 或者当审约定 第三人 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 向其旅行债务 而第三人 没有在合理期限内 明确拒绝 债务人 没有向第三人旅行 或者是 旅行债务 不符合约定的 第三人 可以请求 债务人 承担 违约责任 而债务人呢 可以向第三人 主张 其对 债权人的 抗辩 那么现在 可以说 向第三人 旅行的现象 是非常普遍的 比如在座 有工作的同学 就可能 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们单位 发福利 单位呢 已经把钱 给了商家 对吧 然后让员工 你自己去领商品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让这个商家 向第三人 向员工旅行 对吧 再比如说 我们有个同学 他女朋友呢 在外地工作 于是呢 在女朋友 过生日的时候 这个同学 就有可能 比如 在网上的一个花店 订了花 送给自己的女朋友 而且呢 约定 说 是女朋友 直接联系 这个花店 去选品种 然后 告知其地点 让花店呢 去送货 女朋友呢 也欣然同意了 好 结果 如果这个花店 送错了 比如说 他女朋友选的 本来是 999朵玫瑰 是吧 结果 花店送了什么 有同学讲菊花 有点不人道 是不是 我们假定 这个花店送错了 送成了康乃馨 那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思考一下 就是谁去追究 这个花店的违约责任 比较方便 当然是他女朋友 是不是 因为他在当地啊 打官司的话 都要方便一些 所以呢 民法典就规定了 这样的例外 在向第三人旅行当中 总结一下 大家注意 就是 什么情况下 第三人 可以请求债务人 直接承担违约责任 前提条件 两个方面 第一 法律规定 或者是当事人约定 第三人 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 向其履行 第二 第三人 没有在合理期限内 明确的拒绝 好 如果说 债务人 没有向第三人旅行 或者是旅行 不符合约定 这种情况下 第三人 就可以直接要求 债务人 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我们说 它是一个例外 因为它突破了 相对性原则 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 债务人 可以向第三人主张 其对债权人的抗辩 比如说 单位 为了给员工 发福利 在某商场 定制了 一系列的产品 假如 单位的钱 还没有付完 于是 去晚了的员工 极有可能 就拿不到东西 是吧 这就是 第三人 虽然可以要求 这个债务人旅行 但是债务人呢 可以向第三人主张 其对债权人的抗辩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这个例题 假公司与公司 签订了一份 手机买卖合同 约定 假公司 卖给公司 手机1000部 这是 假以之间 有买卖合同关系 合同定例之后 以公司 又将该批手机 转售给丙公司 指明 由假公司 直接交付给丙公司 好 我们看 你和丙之间呢 又签了一份合同 约定 假直接把手机 交给丙 但是 假公司 没有按照 约定的时间 交货 问 违约责任 如何承担 好 我们看 根据合同的 相对性原则 违约责任 只能够在 合同当审之间 产生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所以 就假以 之间的 合同而言 假应该 相语 承担 违约责任 而就 以丙 之间的 合同而言 丙呢 有权利 要求 以承担 违约责任 也就是原则上 丙是不可以 直接找假 要求承担 违约责任的 因为他俩之间 没有合同关系 所以答案就是 违约责任 原则上 只能够在 假以 以丙 之间产生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 有可能出现一个 特殊的情况 就是 在 向 第三人旅行当中 比如 如果 假以 之间的合同 有这样的约定 丙 可以直接向假 要求旅行 而丙 知道以后呢 也没有明确表示 拒绝 好 这就是 向 第三人旅行 法律规定 或者当审约定 第三人可以直接要求 债务人旅行 而第三人 也没有在 合理期限内 明确拒绝 假如 最终的结果 到期 假不旅行 或者是旅行 不符合约定 那么 丙 作为第三人 他就可以要求 债务人假 承担 违约责任 而假呢 可以向丙主张 其对以 享有的抗辩 好 这就是 合同的 相对性原则 在涉及到 第三人的时候 记住 原则上是 无论这个第三人 他的地位如何 应该是 债务人 向债权承担 违约责任 但是有例外 就是向第三人 旅行当中 如果法律规定 或者当审约定 第三人可以直接要求 债务人旅行 而第三人 没有在合理期限内 明确拒绝 那么满足这两个 前提条件下 如果说 债务人 没有向第三人 旅行 或者旅行 不符合约定 此时 第三人 可以直接追究 债务人的 违约责任 好 下面我们看 我们说 合同的相对性 是一个原则 而有原则 就会有例外 因此 我们来看 相对性原则的 第二个问题 合同相对性原则的 例外 也就是哪些情形 突破了相对性原则 三个方面 首先 合同的保权 合同的保权 我们又把它叫做 债的保权 是为了保护 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它包括了 债权人的 贷位权和 撤销权 在这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不要求大家掌握 我们在后面 讲到合同的保权 会专门给大家讲 好 首先看 债权贷位权 比如说 我欠你一百万 我是债务人 你是债权人 张三欠我二百万 张三 是我的债务人 我们把它叫做 次债务人 而我除了张三 欠我的钱之外 身无分为 于是你找我要钱 我跟你说 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难道这个钱 你就不要了 当然不是 此时 你可以直接 状告我的债务人 张三 找他要钱 就是代替了 我的地位 状告我的债务人 所以叫做 债权人的 代位权 而大家考虑一下 你告张三要钱 你跟张三之间有合同关系吗 没有 所以我们说 突破了相对性原则 好 再看 债权人的撤销权 我欠大家一百万 我是债务人 你们是债权人 好 本来 我有一辆车 价值一百八十万 卖了之后 还你钱 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把这辆车 拿去送给了我们家亲戚 这个亲戚呢 就是第三人了 好 现在你问我要钱 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你就不要了吗 当然也不是 你可以到法院去申请 撤销 我把这辆车 送给我家亲戚的行为 好 为什么说 他也突破了相对性原则呢 这个赠予合同 大家看 是我跟我的亲戚 签订的 你是合同的当神吗 不是 但是你去申请 就撤销了 是吧 所以我们说 突破了相对性原则 好 再看 第二种突破相对性原则的情形 就是买卖不破租赁 这个问题 我们在后面 讲到租赁合同的时候 也会详细的讲 所谓买卖不破租赁 指的是 在租赁期间 如果标的物的所有权 发生转移 这个租赁合同 对买售人 是继续有效的 比如说 我把房子出租给在座的各位 我是出租人 你们是成租人 租期五年 第三年的时候 我把房子卖给张三 张三是买售人 好 张三买到房子以后 能够把你们赶出去吗 不可以 他必须要履行原来 我跟你们签的租赁合同 为什么说 他突破了相对性原则呢 因为原来这个租赁合同 是我跟你之间签订的 对吧 所以这也是突破相对性原则的情形 好再看 第三种突破相对性原则的情形 就是单式联运 所谓的单式联运 指的是 两个以上的成员人 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 比如说都是陆地运输 或者都是空运 或者都是海运 这叫单式联运 好 有什么样的规则 说他突破了相对性原则呢 就是签合同的成员人 跟损失发生该趋断的成员人 对托运人的损失要承担连带责任 举个简单例子 大家了解即可 比如说 我有一批货 跟你签合同 让在座的各位 从北京运往上海 怎么运 公路运输 好 我就是托运人 你们就是签合同的成员人 你们跟我讲 说老师 北京到南京的这一段呢 是你们自己负责的 而南京到上海的这一段 你们会找另外一个 就是张三去成员 都是公路运输 于是你们跟张三之间就形成了单式连运 假如说 从南京到上海的途中 我这批货发生了事故 毁损灭失了 此时 根据这个规则 我就有权利要求你们和张三 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为什么说突破相对性原则 我跟你们签订了合同 但是跟你们找的那个张三 有合同关系吗 是没有的 但我却要求他 也为此承担了责任 所以我们说突破了相对性原则 好 第一节 我们讲到这儿 就讲完了 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就是 我们国家民法典合同编的适用范围 合同编所称的合同 它是可以导致当省之间 设立变更 消灭某种法律关系的协议 而婚姻收养监护等 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原则上 首先要使用有关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 没有规定 可以根据其性质 参照使用本边规定 第二个问题 我们讲了合同的分类 有名合同跟无名合同的划分 那么其中 无名合同 它可以参照使用有名合同的有关规则 然后单物合同跟双物合同的划分 赠予合同是非常典型的单物合同 诺程合同跟实践合同的划分 那么其中实践合同包括 保管 定金 自然的借款合同 交付才成立 然后我们重点讲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所谓相对性原则 那就是违约责任只能够在合同当审之间产生 但是要注意它的例外 特别是向第三人履行 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法律规定或者是合同约定 第三人可以直接要求债务人履行 而第三人没有在合理期限的明确拒绝 好 最终的结果 如果债务人没有履行 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 第三人就可以直接要求这个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 感谢观看